大家好 受欢迎的蔬菜之一 虽然说芹菜的管理不难 但是芹菜初苗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芹菜种子 芹菜的种子很小 暗褐色 椭圆形 表面有皱纹 我们种芹菜时用的实际上是芹菜的果实 真正的种子在里面 被果实中的一些挥发性的油脂包裹着 再加上果实的外皮是葛制的 这些就导致了芹菜的种子 不仅吸水性差 透水性更差 所以发芽很慢 温度过高发芽更慢 芹菜种子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成熟以后会进入休眠期 需要冷藏一段时间 打破休眠才会发芽 所以种芹菜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浸泡过后冷藏一下 一两天就可以 低温可以唤醒正在休眠的种子 芹菜枕的寿命比较长 大概五年左右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种芹菜了 因为它们实在太小了 所以我们撒上一些土来播种 这样比较容易 你也在房间达到除了 芹菜发芽很慢 我的这些种子用了三个多星期才出苗 大家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很正常 这是另外一个菜床的种子 这个菜床的发芽率也特别好 种芹菜的最佳季节是秋季 芹菜喜欢冷凉的气候 不耐寒,尤其不耐霜冻 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到20度 这些小苗又大了一些 一片片的,看看它们多可爱 现在芹菜的幼苗已经长出了5到6片榛叶 苗的高度也大概有10厘米以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移栽定值了 我的苗实在是太多了 分了很多给朋友 芹菜一般从播种 出苗到定值需要50到60天 从定值到收获需要60到100天左右 大部分人种芹菜都是采用先育苗后移栽的种植方法 我们也可以当科移栽的密一点 一丛一丛的种 这样可以见苗吃 一般珠锯可以保持在10厘米左右 而杭聚呢,可以保持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 我的这一盆里边是单租种植的 大菜床里面我一般是种的一丛一丛的 芹菜的管理很容易 它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 正是这种味道让虫子们都避而远之 芹菜很少得病 基本上没有什么病虫害 在种植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喷药 只要把水肥管理到位就可以了 芹菜就可以长得很旺盛 芹菜为植根系类型的蔬菜 它的根很浅 吸收能力很弱 比较喜欢湿润 既干燥 耐旱性也较差 所以大家尽量让盆土保持湿润 必须小水 芹椒 如果水分不足 它的生长 受阻 会影响品质 芹菜虽然根系发达 但是分布是非常浅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等芹菜长到二三十厘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茎剪下来吃 也有人是整猪剪掉 等它再长出来 不过那样的话会长得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一般都是把茎 一个一个的剪下来 芹菜在生长过程中 需要的蛋肥比较多 采收过后 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蛋肥 这样你就可以不停地采收了 我今天剪了这些下来 这些足可以包一顿饺子吃了 有些地区的人 在春季种植芹菜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进入炎热的夏季的时候 会比较影响它的产量和品质 如果有可能 夏天的时候最好把芹菜 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 谢谢大家 希望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